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选修 机器学习及演算法的课程 我是上课老师的林青 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机器学习及演算法的教学课程设计 我们是开在礼拜四下午五六节 然后是医学系的一上的课程 然后我们预计修课人数是50个人 预计学分数是两学分 我们的课程目标是希望同学理解相关研究 有助于未来在规划你的生涯方向的时候 了解到现在人工智慧时代来临对我们的产业造成的影响 那另外未来一定会有大量人工智慧相关的研究及工作 学习实物操作将有助于未来发展 另外大家知道人工智慧模型的开发背后 其实是有非常多数学上的问题的 我们希望这些理论的学习 可以有助于你在未来在发展这个人工智慧模型的时候 有一定的帮助 那我们参考的标杆课程是Stanford University 它CS229 这CS229代表是Component Science的第229堂课 Machine Learning 那我们大概每年会随时间做一些改变 引入更新的研究 让同学能够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 那我们课程编排逻辑成三周 因为这是一个零基础的课程 所以我们希望先让同学熟悉程式语言 熟悉操作指令界面 那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我们到第四周到第九周的状况下 我们可以学习一些统计方法的数学推导 具体来说像大家在这个高中的时候 已经有学过的这个现行回归 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解法 让大家取得机器学习数学的基础 还了解一些先辈知识 到第十一周开始 我们会逐步介绍第二代人工智慧机器学习模型 让大家去学习如何使用这个资料来建立非线性模型 然后如果大家理论学够好的话 应该可以举一反三推导自己的模型 那我们授课与学生评量方式呢 我们授课方式主要是经过一个数学推导 然后再经过一些范例之后 然后让大家在练习题的部分 进行一些程式语言的实现 那另外就是成绩评量的部分啊 我们这个平时啊 你这个作答状况 老师都会去看你这个作答状况 那这大概占30% 那其中的这个专案计划 我们会到其中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说要做什么 期末专案计划 他主要是一个资料科学竞赛 那这个资料科学竞赛 你可以用你的数据去建立这个模型 那你的模型越准 那你最后得到的这个 呃分数就越高 好那资料科学的竞赛网站 呃大概会讲这个样子 你可以上传你的这个 你可以上传你的成绩 那上传你的这个档案 然后预测结果 那我们会告诉你一个成绩 real time的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拿到了几分 这样子好那至于这个呃平分的这个range的话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有去调查了一下 就是通事课一般来讲 呃平分的平均分数就是90分 所以我们办法平均分数大概就是90分啊 那对于这个呃表现特别优秀的同学 我们可以最高可以给到这个97 98分99分都是有可能的 那表现比较差的同学大概就是会在80分左右 平均90分为主 好那我们基本的课程简介 结束之后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要怎么去 怎么去开始上课 那首先我名字叫林青 搜寻林青你可以得到这个 第一个这个网页 就是我的网页 国防学院的网页 那我们上课的奖励都放在这一个网页里面 大家可以点右手边的menu到授课内容 然后看到机器学习基本算法 好这是我们的课程连结 好如果你有选修我的其他课程的话 你可以看到110年度上学期 这边有非常多其他课程的这个课程连结 好点选课程连结之后 你可以看到课程大纲 这就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好那今天我们要上lessen1 好点进来之后你可以用这个左右键来控制这个 就是这个slide的这个进程 这是一个html档的slide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堂课 我们要做程式语言的基本简介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们的课程介绍了 我们主要就是会使用R语言做语法范例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更进一步的去了解R语言的 它的如何去使用如何去操作的话 我们建议你选修礼拜五三四节的这个R语言承认设计导论 那因为老师不会使用python 所以说这个我们在教的时候 不会有python的语法范例 不过如果你选择 你使用python来进行这个coding的话 也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你最后交出答案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使用R语言 R语言主要是用在统计分析绘图跟资料探勘上面 那R语言它可以直接从网站上下载 我们等一下 然后并且有非常多程式套件 我们会逐步教大家这些功能 好 那目前为止R的这个popular程度 它是排名在世界第十六位 当然跟python没得比 python大概第二位或第三位左右 好那在开始的时候 你需要先下载R语言 你在你的电脑里面 你可以先在这个老师的这个网页上面会有连接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CRN 你可以点选 然后你开启新分页 然后之后来下载 在downloadR这里点下 然后这边随便点个网址 downloadR for Windows 如果你是Mac的话 你自己就点上面的 好Bass 好downloadR for Windows 你点下去之后 它就可以开始下载 不过我已经下载完了 所以我就不完成这个过程了 当然这个上课讲义这里 也有完整的说明 你可以往下拉 你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这个动作 好那除了下载R 并且你把它安装完之后 你还要下载一个东西R studio R studio 一样点选连接之后 你可以到这里来 好点选免费版的download 然后一样你是Windows的话 你就downloadWindows 你是其他的 你就download其他的 好不好 那最后一样 在这个 你全部下载完了以后 你安装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R studio 跟R的组合 那R studio是我们R的开发界面 开发界面就是 让你的这个 打指令的这个界面 比较友好一点 不是纯粹的这个黑白丝床 这样子 好那接着我们要打开 我们R studio 建立第一个project 我们怎么打开R studio 如果你已经全部安装完了 你在这里打上R studio 好你应该可以开启这样的画面 好那我们开一个新的project 我们在右手边 右上角可以开启一个新的project 好那我们这里可以随便打一个名字 假如说叫ABC Lesson1好了 好我们希望大家之后 就是大家之后这个上课的时候 都可以开启一个新的project 这样子的话 你在我的文件这里 我的文件这里 比如说我刚刚是存在R project 这个资料夹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Lesson1这一个文件 那这一个到时候我们的这里下面的资料夹 他就将跟这个资料夹做一个联动 那这件事非常重要 等一下我们读档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好那你可以R studio 你可以有一些就是调整 界面字体大小这些功能我们都不讲开了 我们到时候大家再了解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打开一个project的话 讲一往下拉你一样可以看到 要怎么去打开 好那在R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打指令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要先这个在左上角有个R script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记事本的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在这里打字 主要是我们先打1加2 好你现在当然不会有任何反应 你把它highlight起来之后按Raw 好你可以得到1加2的答案 他就会告诉你是3 好我们可以再试一下其他的 好举下来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串指令 好这样的一串指令是说 这个C然后小括号 这个87豆点878 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在R园里面啊 你只要看到小括号前面有个英文字 这就说明这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函数就是进去一堆东西 然后他会帮你做一些运算之后 然后出来一个output 好这样的一个 大家如果在学这个数学语言的时候 可能会了解到 我们可能会写说 我们标准的这个函数的这个表示形式 是Y等于FOX 那Y等于FOX 如果写成程式语言的话 就有点像这个样子 NUMS这是一个物件 它等于 然后在R与N里面等于是 这个这样的一个符号 它等于啊把87跟78 用C这个函数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NUMS这样的一个物件 好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C这个函数啊 我们现在还没有介绍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就只是把这两个元素 把它合在一起 87跟78把它合在一起 好那87跟78我们合在一起之后 注意我们的右上角 现在是没有任何东西了 但当我们按下RUN 我们的右上角是不是出现了NUMS 然后它是一个Numeric 然后87跟78两个数字 我们可以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它长什么样子 87跟78 OK 那但是啊 如果你不想打print 你直接打Numeric NUMS 一样你可以出现87跟78 如果你在 你打出物件的名称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用print 那也视同有print的效果 那注意一下 这个C这个函数啊 它可以同时允许有多个数字 只要我再加个56 好注意哦 右手边现在的Numeric 它现在是87跟78 如果我们现在按一下 多一个56的话 注意到了吗 它可以把第三个元素给整合进来 那现在我们一样再把它print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三个元素 所以在RUN里面 你应该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说 我们可以把多个元素组合在一起 然后并且变成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可以让我们等一下 简单来进行运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下页我们来做 运算的这个 这个物件的这个合并运算 如果你刚刚了解我们刚刚的过程的话 你应该知道这两行是把11这个冒号13就是11到13 那就11 12 13 把它变成了第一个物件叫firstnums 然后第二个物件是1到3 所以我们这样RUN完之后 我们这里应该可以看到 firstnums是11 12 13 secondnums是123 所以如果我们这边打下firstnums加上secondnums 我们按下RUN 你应该可以预期出答案是什么 答案应该是12 14 16 就是按元素把它们相加起来 这个比起这样子的话 比起电子计算机 它的RUN的这个程式运的效果就非常的显著了 因为它速度比较快 对不对 好那当然你可以加你一定可以减 好我们来减 那应该就是10 10 10 好乘也可以 好我们把它乘 好那接着我们可以用乘乘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观察一下这个符号是什么 好大家应该观察出来了 这个符号 我们应该要从output 我们来看11 12 13跟123 它经过什么样的运算 可以变11 144 2197 你应该可以注意到 这个是次方 这个符号是次方 次方还有另外一个符号 是这个符号 那可以出来一模样的结果 好那除了次方以外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观察出来 这样的符号 它是什么样 它的效果是什么 好我们11 12 13 经过123的运算之后 它出现001 那这个%%这个符号是什么呢 如果你足够了这个敏锐的话 你应该可以观察出来 这个符号就是余数 这个不被整除的部分 它的余数是多少 那主要是13除3 它应该伤是4 但是余数是1 所以它会留下1 剩下两个就刚好都可以整除 好那如果你想要得到伤数呢 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运算符号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了 你的伤数是11 6跟4 好所以说在这个阿语元里面 你可以透过这个问电脑 这样的一个指令 然后去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果 那你看了它的结果 你可以观察你可以了解说 这样的一个函数啊 它可能是在做什么 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就是我们已经基本了解这个阿语元之后 我们现在要来做的就是读档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读档 来在老师的讲义里面 只要我们需要读档前 我们一定会提供连结 好主要来说像我们通常就是想请按这里下载 等一下要读取的档案 你就按下载这里就对了 好下载我们主要说我们先存到桌面里面 好那下载完了之后这一份档案 大家可以先打开来看 好这一份档案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AMI AMI就是Accute Myocardial Infraction 这个急性心肌的测 好这样子就是一个病人 每一个弱就是一个病人 好这样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第一个病人 他的他的Accute Myocardial Infraction 他的状态是STEMI 这总共有三种状态 STEMI NOT AMI 跟这个NONSTEMI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最急的心肌梗塞 跟普通急的心肌梗塞 跟不是心肌梗塞 那我们的这个这一堂 我们这一门课经济学习简算法 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这一份数据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后面的这些数据 性别年龄 这些是一些心电图的参数 包括心跳啊 还有Pi Interval QRST等等参数 然后还有它是否是哪些reason 去预测它是不是这个急性心肌梗塞 预测它的甲离子浓度是多少 预测它是否有LVD LVD就是左心式功能失常 或者预测它过了多久 然后是是否死亡这样子 好 AMI总共是一个三分类的变相 它分别是这个 这个STEMI NONSTEMI 跟这个NOT AMI 那我们这样到时候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多分类的模型是怎么做的 那甲离子浓度是一个介于0到10之间的一个数值 这说明你的血液中的甲离子浓度 那我们可以用后面的参数去做一个连续型的预测 来了解说你的甲离子浓度是多少 LVD0代表没有病 1就代表有病 那有病就是左心式功能失常 好 那碳的话跟DEX它是一组的变相 你可以看到这个意思就是说经过了642天的追踪 它仍然存活 那这边有一个病人经过了8天的追踪就死亡了 还有经过了2天的追踪就死亡了 那我们的目标非常一样 就是我们要后面这几个变相 然后去预测前面这几个变相 我们的机器学习模型的演算法建立 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好 了解了这份DATA之后 你可以把这份DATA摆到 好从这个桌面我们把它复制到 来刚刚你的你还记得你的RStudio的右下角 你是摆在哪里 请找到这个资料夹 怎么找呢 你可以在我的文件里面 通常都在我的文件里面 好你可以找到Lesson1 那我们把它摆进去 好当我们摆进去的那一瞬间 你回到你的RStudio来看 你可以看到ecgtrend.csv 它是不是出现在这个project下面 好如果你的档案已经出现在这个project下面的话 你要读它就蛮容易的了 好我们要怎么读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一串预法复制起来 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个档案了 好我们直接把这一行highlight起来 按下ROM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右手边 我们可以看到DAT这个档案 它的位置了 好那你说我们怎么把它读进来 我们是用read.csv这个函数 read.csv后面打下档名 或者是它的真实入境 好那为什么我可以直打档名 就读到这个档案 主要是因为我已经把它丢在 这个project的资料夹下面 只有这样的状况下 你还可以直打档名就把它找到 它就是在这个资料夹下面去找 有没有这个档案 好不好有的话你就直接 直接就可以读到了 好那它下面有一些参数 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这个函数 它除了输入入境名称以外 它还有输入header等于true fileencoding.cp.950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查 这个函数有哪些参数 我们需要用到help这个函数 help read.csv 你可以在右手边看到read.csv 它有哪些参数 然后它的参数说明 就要说像header a logical value 它去描述说 这个你firstline 你第一个raw 是不是你的colorname 如果是的话 它出来 就是它的变相名称 如果不是的话 它就仍然是一个数值 那刚刚大家可以 还记得那个资料表 它就是 好那我们要怎么 简单的观察我们的资料表 我们需要用到head这个函数 head data 我们可以看到前六个raw的这个数据 其实我们在观察一个资料表的时候 我们通常只要看前六个数据 前六个raw 我们大致上就可以猜出这个资料表 大约长什么样子 我们如果把5000个 这个raw把它print出来 这个资料表实在太长了 我们是看不出 我们是很难去对它进行summary而掌握 所以我们可以用head这个函数 来做一些基本的介绍 好我们现在回到上课的讲义 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已经有一些 基本的介绍了 还有如果你对刚刚我介绍的这个 就是这个档案的这个 每个变相定义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可以参考我们讲义的这一页 那在大部分的状况下 我们会用后面几个变相 去预测前面的四组变相 amiklvd跟time and death 那总共前面五个column 就是拿来给我们做预测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阿元里面你除了c 我们刚刚学到c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可以拿来做这个 简单的这个把很多元素 组合在一起的这些功能以外 我们还可以有read.csv这个函数 可以把档案读进来 好我们现在还有head的这个函数 可以做摘要表 还有一个叫class这个函数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 我们读进来的档案 它叫什么元素 它是data frame 这个格式的元素 所以class是了解物件属性的元素 好你还记住右手边 你是不是有firstnumns 跟numns这两个物件 我们现在把numns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class是什么 好要告诉我它的class是numeric 那如果我们按first 那如果我们按first numns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class 它的class是一个intred 是一个整数 好所以说这个 你可以用class这个函数去了解到 目前当下的这个物件 它的属性是什么格式 好当然啊我已经非常熟了 read.csv这个函数 读进来当然就是data frame 所以我们就不太需要去再去做这个东西啊 但是你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物件的时候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按head你可以得到资料表前六列 那同样的你可以用help这个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help这个函数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head这个函数 你会发现它这里有个参数叫n等6 好那我们大概聪明的你大概发现了n等6 那我们把n等3 那它大概就是会出现前三个弱 好是吧它是出现了前三个弱 所以其实这个 如果你发现6还是太多了 你可以把它改3 或是你想要多看一点 你可以把6改10 好在你打下这里之后你发现什么 诶除了head以外 还有一个叫tail的函数啊 好我们用tail来看看 好有没有注意到tail得到的档案就是后面3 后面3个roll 好这是1.6的假离子跟6.5的假离子 好你应该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好那这样子的话 你对R语言应该就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了 我们有一些这个就是初步的认识 我们知道档案如何读进来 然后怎么样去简单的看出它的summary的结果 好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了 大家这里要好好学了 好我们首先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运算值叫做前号 这个前号代表的是data里面的什么 好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档案 我们发现这个data friend里面 它是不是有非常多的colon 它的意思不一样 就来说它的年龄 我们如果想要把它的年龄单独拿出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看呢 我们需要data里面的age 所以data前号age 好我们直接把它print出来的话 这个就是5000个年龄这个数字 好我们可以把它给它一个把它存到x这个物件里面 现在这个x这个物件你可以看到它有5000个numeric 我们可以按classx 它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数值 numeric 好那我们把x的前10个数字把它print出来 一样我们可以用head这个函数 好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前10个数字分别多少 这样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构型是什么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变数好了 你如果知道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可以把age拿出来变成x 在问它head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个东西放过了 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一样可以直接看到data里面的age它的格式是什么样子 好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属性 好numeric ok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data里面它还有非常多变数嘛对不对 我们来看data里面的gender gender是性别嘛对不对 好它说这是一个文字 好这是一个文字 那它所以我们就了解到 但它的文字它是male跟female两种字串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age它是一个连续变相 我们把它叫连续变相 也就是数值形态的 然后70岁80岁90岁 或者是它有它是有小数点的 就是21.33岁类似这样子 那gender它是一个类别变相 类别变相就是它中间是没有隔开的 它是一个间段 它要嘛就是男要嘛就是女 好吧 我知道现在这个就是跨性别议题比较热 对不对 不过基本上我们这里记录上 这笔data所记录上的就是你的生理性别 那这个在类别变相 我们哪其实改成文字形式其实是不好分析的 我们希望它在类别变相 我们在r语言里面 我们希望把它改成因子这个属性 那我们要怎么把它改变属性呢 我们可以用s.xxx这样的一个函数来改变它的状态 好举下来说当我打下这一行指令的时候 好你可以看到这一行指令意思是什么呢 as.factor data里面的gender把它填入data里面的gender 好所以就是覆盖 覆盖掉 覆盖掉的意思就是我去替换gender的属性 我把它本来是这个文字属性 我要把它改成factor属性 这样子的话同样的指令我们再打一次 你就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属性就变成factor 好那它现在属性变成factor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函数叫levels这个函数 levels这个函数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 因子变相里面有哪些类别 好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两种 一种是female一种是male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子 这个虽然你看一下现在我们的data里面 现在是不是有data data看起来要么就是0要么有死要么没死 对不对 如果我们直接把levels这个变相 把levels这个函数把它用到 data这个上面去 你会发现你看不到 那你如果去打class data的话你会看到它是一个integer integer当然是没有levels好不好 那你要怎么让它有levels很简单 你就把一样我们把gender部分把它改desk 那这一行打完之后它的属性是不是就被变成了factor 那变成factor之后我们再看一次class 它变成factor之后你再打levels 我们就可以看到0跟1 好大家刚刚如果不知道我刚刚是怎么操作的话 你如果打上下 上下你可以上下你可以打上一份指令跟下一份指令 这样到时候要改指令的时候比较快 好 那我们继续 好那接着如果你想要对这个资料表进行一些操作的话 你首先需要我们要介绍一个函数叫lamps lamps这个函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物件它的长度有多少 好 lamps data里面的gender它可以看到5000 这代表什么 你有5000个data 好 那如果我们直接看data的话 lamps data 我们得到的就是46 好 46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这个 46是说它有46column 所以这个lamps这个函数啊你要知道它对于不同的这个 它对于不同的这个就是物件属性 它给出的这个information是不一样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函数的组合可以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刚还记得data gender它是一个因子向量 那它是一个因子属性 然后levels可以给出我们两个类别 所以如果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你想要知道 gender总共有几种你想要了解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levels跟lamps这两个函数组合在一起 怎么做组合呢 我们首先先把levels data的gender把它整合 变成一个新的物件叫lvl lvl现在就是一个长度为2的这个文字向量对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属性 它是一个文字 那既然它是一个长度为2的文字 现在我们对它打length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长度为2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刚刚还记不记得这两个 这样子的话是可以取代的 我们可以用函数里面有函数 这样我们一次就可以获得说 它的这个gender它的类别数目是2 总共只有两种类别 这样可以了解函数组合的意思 当然了解函数组合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些有趣的操作 据说前号这个东西它除了能够抓出data里面的什么东西之外 我们还可以指定它说data里面的sequence它等于1到5000 可是这个sequence它并不是data里面既有的这个元素啊 我们再打一次headdata看一下 它现在里面是没有sequenceseq这样的一个变数嘛 那如果我们打data里面的sequenceseq它等于1到5000的话 当我们打下这一行再看一次headdata 你可以看到后面在sequence这里就1到6 这是因为head 那如果我们打tail呢 好你就可以看到sequence它的这个数字是不是就是到5000 好所以说我们可以透过data前号一个物件 然后我们强迫去扩增我们的资料表 好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那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个功能是有限制的 就来说刚刚因为我们的这个这个就是资料表 它的raw number是5000嘛对不对 如果我们强迫它 就来说data sequence等于1到11 那这意思就是说我只用1到11的数字 然后我要填入1到5000嘛 这样是不合法的 然后它说它填入不进去 那如果1到10可以吗 1到10是可以的 1到10要怎么填呢 很简单它就 因为1到10总共只有10个数 它是可以被5000整除的 所以它就是按照顺序1到10 一直填下去一直填下去 然后我们等下n等于11的时候 n等于15 你可以看到这个1到10 1到10它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循环 好所以说这一个 我们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循环的 好那现在我们要来做一些有趣的这个 这个新增的变数的花式操作 请大家试着完成下来的目标 好大家现在已经会新增一个新变数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希望你的新变数是pr-rate 好注意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档案 我们的档案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pr变数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rate变数 我们希望你可以增加一个新变数是pr-rate 并且把它新增至data里面 好怎么新增是data 像新增一个seq这样的一个变数这样的容易 好并且这个变数里面有一个变数 叫做reason.1 还有一个变数叫reason.2 在这里reason.1 reason.2 那我们需要你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希望你产生一个新的变数叫group 满足下列规则 当reason.1.0 reason.2.0的时候 我们希望group等于0 那reason.1.0的时候 reason.2.1的时候 我们希望group等于1 好依此类推 好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编码方式 我们把两个变数合为1 变成一个group 那本来有 本来reason.1 它是有0跟1两种状态 reason.2它是0跟1两种状态 那总共加起来就是四种状态嘛 所以我们group用0到3去描述它 分别是reason.1跟reason.2 它的状态分别是什么 好这样的一个编码方式非常的常见 大家可以想一下要怎么操作 按照我们现在已经学会的工具 我们要怎么操作 好请大家稍微练习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练习题的答案 它其实没有非常困难 好大家现在仔细思考一下 我们要怎么来进行这个练习题的解法 好我们最简单的想法是 我们首先需要叫出data里面的pr 对了 好那我们叫出data里面的pr 我们来看一下rump 好这个就是pr的data 对不对我们可以把它指定出来叫x 好这样我们是不是有一个x这个物件 它总共有5000个数字 然后分别就是描述pr这个变相 那我们再来产生y这个变相 它是data里面的rate 好那现在我们有x我们有y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刚刚最开始前面教的 这个向量的按元素操作 如果x-y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获得 我们的pr跟rate的 这个简单的这个就是减法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pr-rate 是不是就是x-y 好那x-y 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向量 我们把它叫做z 这样z是不是也是一个长度而5000的向量 那我们可以把它填入data里面 怎么填入data data里面的diff等于z 这样我们data是不是就出现了diff 这个变数 好那你现在看我们的语法有点复杂 但是我们还记得刚刚我们是怎么做取代的吗 我们这个z它等于这个z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z换成x-y 对吧那这一行就可以删掉了 我们从头做到尾再做一次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data里面 是不是diff还是有一模一样的事哦 那我们就可以把zx换成data里面的pr 这个y换成data里面的rate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两行给它删掉 我们一样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答案 好那这样子现在的状态就是 你直接看你直接看这一行 如果你可以有直接有预示能力的话 你直接打这一行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不行的话 请你按照刚刚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慢慢简单的取代掉 好那样这一题的答案相对简单 那第二题的答案 第二题的答案就有点困难了 第二题要注意一下rhythm.1它只有0跟1 rhythm.2它只有0跟2 那我怎么样去做编码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好这个方式非常的特别 大家想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上页我们来看一下 好0 0 rhythm.2等于0的时候 这个group rhythm 这两个都是0的时候 它就是0 那2 2是1的时候 1是0的时候 它group是1 1是1的时候 2是0的时候 它group是2 然后 这个11的时候它是3 那你是不是发现一件事 如果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是rhythm.1乘以2 加上rhythm.2 它是不是就会出现group这个数字 好 如果你发现了这件数字 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 那我们即使我们还没有交条件 所以拿等等功能 你一样可以做出这个编码 怎么做呢 来一样我们再来做x等于rhythm.1 好 y等于rhythm.2 好 现在这都是一串0跟1嘛 对不对 现在我们的x 它是一堆0跟1 y也是一堆0跟1 那我们的group 它就可以等于x乘2 加上y乘1 这样我们的group 它就是总共有三个 0 1 2 3 这三种状态 对不对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3 对不对 2 1 2的2就是rhythm.1等于 有rhythm.1 然后但是没有rhythm.2 ok 好 那你这样可以了解说 它要怎么做到了 好 如果你 这一题你已经觉得轻轻松松 你可以解出来的话 你可以试着合并ami跟gender 合并ami跟gender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ami总共有三个类别 对不对 gender总共只有两个类别 好 我们现在要怎么去确认ami跟gender 我们要怎么合并呢 一样我们先把 data.ami 把它抓出来 data.gender 好把它变x跟y 好 这个x总共有多少 它是一个文字属性 文字属性不好用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asfactor x是ami跟notami stami 好 那我们levels x levels y 我们可以发现它总共有3跟2个类别数 那我们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新的group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3xy加上x的这种方式去把它产生 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这就是012 好 那我们要怎么把notami nonstami 跟stami把它改成012 这个东西也没有很难 你现在已经变因子了 那我们再强迫它变成 强迫它变整数 这样可不可以 好这样我们的x 你看它现在就是1 2 3 三个变数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个y 我们也把它强迫它变成 整数 好它现在就是1跟2 好那这跟012不一样 很简单 就再把它-1 好透过-1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012 xy 好当它变成012之后 我们要产生新的group 那就简单了 z等于x加上y 乘3 那这样我们的z 是不是就有012345 总共5个东西了 好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的group 好那同理我们可以把这整串鱼 我们可以把这些鱼法把它做一个整合 好这个东西它显然是x-1 我们把它做一个括号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放到这里来 好那这样这两行就可以去掉了 那这两行可以去掉之后 这个x又可以被这样子来做一个取代 好如果你第一次接触程式员的话 你要做到这件事情那其实是不容易啊 不过这个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我可以一路把这样这个事情做出来 那个是因为我中间有一些思考过程 大家可以跟着那个思考过程来去进行认算 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部分讲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再教大家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条件判断你所以 好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个东西叫逻辑值 好class true 好它告诉我这是logical 好那class false 好这个东西也是一个logical logical是一个逻辑值就是true跟false而已 那你可以简写大T或大F 它有一模一样的效果 那这个logical它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了 如果我们先看怎么产生logical好了 你总不能每次都自己打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指令8大于7 它就会回到true 这代表它满足 这个条件是对的 8大于7当然是对的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8小于7呢 那当然就是错的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有多少种操作 现在来等于等于代表是问它是否等于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等于等于 一定不是嘛对不对 因为8不等于7嘛 好金他靠等于它就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了 因为它当然是不等于 好大于大于等于 小于小于等于 这个应该就还算容易了 好% in % % in % 这个有点困难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7% in % C 8跟7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 问7 有没有出现在后面这个物件里面 好那当然是有嘛对不对 那8有没有出现在后面这个物件里面呢 好当然也是有 好那9有没有出现在这个物件里面 没有 好所以% in % 大家了解它的用途了吧 好问说前面的东西有没有出现在后面 好那金探号8大于7 主要说8大于7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它是一个 这个8大于7它是一个true的这个 它是true嘛对不对 它就是说有嘛 如果我想要反转它的标签 我可以在这个 以前逻辑向量前面 我们打下一个金探号 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按一下run 它就可以直接做反转标签效果 好条件判断式了解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条件判断式 可以拿来做什么事情 好x是一个逻辑向量 你如果现在看x 然后你打class 它就有些地方是true 有些地方是false 那y呢 y是一个 y是一个数值向量 是一个整 那个数值向量 你拿class y 它是一个数值向量 好我们如果用这种方式 我们把y跟x组合在一起 注意是用中括号 中括号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现在新教到的东西 它要锁引值 锁引就是使用中括号 在物件的后面使用中括号 我们就可以叫出指定位置的内容 好y 然后用逻辑值来当做锁引 用逻辑值当做锁引 我们就是只出现true的地方 force的地方就被我们去掉了 y 你看是不是只出现六七跟十 因为它第一个第二个 跟第五个位置是true 剩下force force的部分我们就不要了 好如果你对x前面 加上一个惊叹号 那你就是把x 这个true跟force 把它做一个翻转 那当然就是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只出现第三个数 跟第四个数 好有了这项工具以后 我们想一下 这个x这个逻辑向量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y 来进行产生 就来说 y如果它小于等于8 它是不是前124是true 后面是false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y小于等于8 把它取代到中括号这里 y小于等于8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出 小于等于8的y的数目 总共有哪些 好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整合 好接着我们可以利用 这两个符号来制造 条件的交集与连集 这个符号是交集 这个符号是连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y小于等于8 同时6大于2 好这样我们回答出来 当然就是true 这个truefalse 好因为这个后面这是一个true的 后面这是一个true的这个 就是标签嘛 对不对 好那如果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y大于8 或 或者是y小于等于6 好那这样出来就是 这个数字是小于等于6 因为它只有6 那这个数字是8 这个数字是9 它大于8嘛 对不对 这个数字是10 它大于8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y 然后这样子的锁引符号 把满足这个条件的数字把它抓出来 那就是6、9、10嘛 好所以这边大家应该可以再稍微 学习一下如何去利用 条件判断与锁引 把我们想要的数字把它抓出来 好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data frame 这个东西它同样是可以利用锁引函数 但是啊它总共有二维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用到逗点 来把这个中化号的前后把它分开 我们如果想要 对这个data frame进行一个筛选 就像说我们想要抓出data里面 lvd等于等于0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产生了subdata 它里面的lvd 它就全部都是0 那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它还有一些是na 对不对 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处理 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这个新的subset 它是否全部都是lvd全部都是0 好你可以看到它全部的lvd只有0 所以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注意一件事情 除了你除了可以用前号来抓出这个变数的名称 你刚刚我们交了锁引对不对 你一样可以用这个锁引符号来抓出 逗点的右边你就可以摆出column的名字 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前号跟锁引它其实是 就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我们可以叫出同样的东西 好那你在检查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只有na的raw对不对 那是因为na啊你如果这个你如果做这个就是锁引符号的时候 na它并不知道是true跟false嘛对不对 来我们再看一次data 它是不是有一些是true有些是false但是有一些是na 那你在做na的时候它不知道该不该呈现给你 它就会都呈现给你 所以我们有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用percent in percent这种方式 我们不要用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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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它就会出现na 可是percent in percent 0 那na它就会认为是false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这个运算值 percent in percent这个运算值找到只有lvd等于0的这些元素 这些变这些raw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的subdata 好那你发现了锁引并不是只能够拿来用逻辑值做锁引 我们也可以用变数名称来做锁引 所以我们也可以只把我们的data 把它只把这个就是k跟lvd这两个变数把它抓出来 好你看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只抓出我们这个data frame 它是不是剩下两个变数 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把你的data frame做一些删减 你可以只使用这个两个变数 那我们head这个函数其实就是我们只看前六个raw 所以就是d点然后我们在右边这边写1到6 这样就是head这个函数 那如果我们想要看它的最后几个呢 4995到5000 好一样你可以这个其实就是tail的这个效果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吧 好那在r元里面使用锁引是相当 可以可以可以搞得相当复杂 我们首先看一下物件subdata subdata是目前lvd等于0的部分 好这是lvd等于0的这个subdata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前面的六个raw分别是1 他前面的六个raw大家看这里分别是16791115对吧 好那我们现在把16791115我们来把它抓出来 16791115 好我们现在如果你用data 然后我们16791115就idx吧 好你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这个data出来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对subdata产生idx 你会发现它出来的数字不对 对不对 好原因是因为你现在这个是整数 而这个如果你要用rollnames去叫它的话 你需要把它转成文字 你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叫出刚刚那五个colon 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我们在锁引我们在使用锁引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对raw进行锁引 我们使用文字的话 我们是用rollnames跟colonames去做锁引 好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刚刚你在找colon的时候 你在找ami跟k的时候 你是用文字这个属性去锁引 这样可以吧 那如果你想要用数值去做锁引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它就是第几个 第几个 好所以我们再看一次喔 我们的data里面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好我们去把k跟ami找出来 好现在它就只有k跟ami 对不对 好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锁引 好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 第一到二大概就是ami跟k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方式 一样我们可以找到ami跟k 好熟悉的使用这个锁引函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你需要熟练的操作 你才有办法去了解说它到底怎么做的 好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筛选条件还有一个特例 就是筛选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的属性是因子属性 你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做完这个操作之后 我们先看subdata subdata里面是不是已经只剩下0 LVD等于0的 但是如果你在data读进来的时候 你先对LVD做了一个因子向量的指定 然后现在它的levels是0跟1 0跟1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做一个筛选 如果你做一个筛选 接着你看subdata里面 它跟刚刚一样 还是只有LVD只剩0的部分 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对LVD进行 subdata里面LVD进行levels这个询问 你会发现它还是有0跟1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因子的这个类别数 它是会继承的 即使你把大data变到小data 这个类别数它还是会继承 所以你在进行这个subdata操作的时候 你要非常小心因子向量的这个因子变数的这个处理 所以原则我们会发现原则上是这样 如果你想要把一个东西变成因子的话 我们建议你做完所有的筛选之后 再把它变成因子 那你要怎么还原它呢 你可以先把它变成文字再还原成因子 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因子向量这个属性就消失了 好现在它就只剩下0了 好那我们这里这里其实就是在这个大家在练习 网路上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在就是每一个部分你都应该要留下来练习 因为这个部分非常的难 好那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不可以先变成数值再变回因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因为因子这个东西啊 当你变成数值之后 当你变成数值之后啊 你会发现它就变成123了 它不是012 它不是从0开始编码 所以你先把它变成数值的话 是没有办法的 虽然它看起来像数字 可是你是没有办法先把它变成数值 好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这个factor这个函数啊 它会强迫本来的这个level1 变成1 然后level2变成2 这样子 好那我们呢 我们发现我们还可以透过 write.csv 这一个函数 把清理后的档案把它写出 好 等下说 诶 data读进来之后 我们这一行指令是不是产生一个subdata 把它变成LVD属于0的 属于0的 也就是我只需要LVD是0 没有没有这个左心式功能异常的人 我把它写出 好那接着我就可以把这个物件把它写出 用write.csv这个东西写出成 data.clean 好做了一个run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在file这里 我们是不是找到一个新的叫做 data 底线clean这个csv 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它data.clean 我们把它打开 诶 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的LVD 是不是全部都只有0的部分 好可是你对这个档案会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假如说这里是不是有个run name 这里是不是有一些NA 看得很丑 我们本来的档案 这些NA 我们看一下本来的档案 本来的档案没有数值就填空白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填NA 对不对 那也没有run name 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东西消掉呢 我们可以透过 我们这边没有交 我们可以透过help.csv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参数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叫rown name的参数 rown name的参数 我们把它下指令 等于false 然后NA等于NA 它说the string to use for missing value in the data 所以NA可以把它改成 我们是要空白 那我们再把它写出去一次 好到了这里我们再把它打开一次 好 rawn name是不是不见了 NA的部分是不是变成空白了 好这样是不是干净多了 所以你可以妥善的去利用 你的这个就是help啊这个函数等等去学习这些函数 好到这里你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难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你再稍微练习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是希望你有一些预习跟复习 当然预习我们在今年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至少需要把这个我们上课讲义的所有语法 从头到尾贴过一次 这样我上课讲到那里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知道说其实这个在这个部分我们是需要 这个它的output应该是长什么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些简单的练习 我们希望你找出QTC比PR来的小的数值 因为你要找出违反PR大于QTC这个原则的资料 那你在找出这个找出这样的资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QRQTC跟PR它有可能会missing 那它有可能会missing的话 这个missing的value我们是可以做保留的 好不好如果PR或QTC它有missing 那这个data是可以做保留的 我们需要你做1跟2这两件事情 好你可以想一下这个练习题 我们是希望你可以在不看答案的状况下 你可以找到 好那我们来做一下练习题 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做 这个最简单的做法要违反PR大于QTC 这个QTC永远都大于PR 那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QTC小于PR的找出来的话 你应该可以想得出来 你可以用锁引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产生逻辑向量 那产生了以后它会出现一堆false跟true 那我们把它抓出来 我们把它当作锁引值 然后把data抓出来 注意在逗点的左边 我们是对RAW进行锁引 我们这样就可以找到我们违反这个数值的 违反这个条件的数值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了一堆NA 对吧 那我们要怎么样不希望它是NA把它抓出来 非常的简单 来 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一个 这个true跟false的这个 就是true force跟NA的这个组合 我们希望我们只找出它属于true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NA都替换成false 好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找到了两笔 这个pr比qtc来的更大的资料 这两笔就是违反我们的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2735跟4755 我们回到我们的excel来抓 2735 好注意在excel里面它应该是2736 2736这一笔 你看它的pr是不是423 它的qtc qtc是这个是不是368 好是不是来的更大 好所以 所以这个我们抓出来的data是对的喔 好不好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抓出这个data之后 如果你很坚持要 接着如果你希望它可以是NA 这是违反的资料 那如果我们只想保留满足的资料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第一个做法是我们直接把这里 我们直接再把它括号起来 我们给它一个惊叹号 这样剩下的这个资料就是满足的资料 对不对 它绝对不会满足这样 它绝对不是这个true 好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你把这个true 你把它 它除了是false以外 我也可以接受它是NA 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 一模一样的资料 或者是我们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它小于小于NA 它大于printerval 或者是 这个datapr它属于NA 它属于NA也可以 或者是 或者是 data里面的 这个QTC 它属于 它属于NA 这样我们都可以找出 一模一样的这个方法 好不好 如果你很期望 你需要 如果你很坚持一行间 我的题目是 不想要有NA 是不是 仅留下 QTC 比 那如果 它是NA的话 可以保留 如果它是NA可以保留 所以说 属于NA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 它同时 必须不属于NA 这样 这个指令是错的 这个指令 它只会留下 pr 跟这个 QTC 它都不是NA的 好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好了 就是 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要把它写出 那非常简单 我们就把它变成subdata 好 我们把它变成subdata之后 我们把它做一个写出 好 我们做一个写出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data.clean 现在我们的pr 是不是要嘛NA 要嘛这个 要嘛就是pr 就是大于 QTC 就是大于pr 你不可能找到一个 比它来的大的 好 那我们如果 我们把这里改成 把它改成这个 假如说 连 它不可以是NA 同时它也不可以是NA 这样我们写出的档案 就不会有NA的资料 我们再全部执行一次 好 我们再看是data.clean 好 现在pr 里面就没有NA QTC 里面也没有NA 你再怎么拉都找不到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练食题 我们所 要呈现给大家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是怎么做到 我们怎么如何去熟练 这边的操作这些运算值 这些逻辑符号 以及这些连级交集的这些条件 好 那我们今天上课都上到这里了 这个程式 就是我们今天 只是先教大家熟悉一下R语言 你可能会觉得今天的课程 非常的困难 不过这个 这个 这是刚开始学习程式语言的时候 你的一些简单的这个撞墙 那我们这堂课在程式语言的部分 它其实是没有那么 它其实是没有 呃交的它其实是会比较偏快 如果你觉得就是呃 在这个部分非常困难的话 我们同样我们建议你选修 这个礼拜五三四节的R语言承认设计 好你不想选修也没有关系啊 就是我们的课程有经过一些简单的设计 我们的R语言承设计计 上课上完了以后 一样会有录影到线上 那大家可以点击这个课程的录影 那一样可以看到这个 呃就是呃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学习 这样子 那我们这节课主要还是教大家数学的部分 那语程式语言的部分 只是为了要实现它来做这些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上课都上到这里 好那我们下课 谢谢大家